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这里休憩聊天 这个地方原本是公家的宿舍 然后因为没有人住以后 整个荒废掉了 那个屋顶也塌陷了 然后围墙也垮了 也倒掉了 那变成一个 符合理一个脏乱的地方 也破坏了我们政府的形象 那当然不断地争取 然后由军备局 转变成零务局 又转变为国有财汉局 而后 然后经过了一两年以后 强力的争取 透过林德国立委强力的争取 你看 现在我们变成 转变成一个立化的 小园地 小公园 里长努力争取 而李明也相当珍惜 得来不义的绿地 每天坚持替花园浇水 也大在里内 多了一个小花园 可以做休闲活动 因为这个公园 是我们复活里的福气 因为我是住国际 国际 就浇花 用水 我早上都有起来 浇浇花 看看有没有狗屎 对啊 我就帮忙 帮忙环境弄一弄 我们这里本来是很脏乱 被我们整理起来 变成一个小花园 所以 傍晚还婚的时候 都有好多 我们的李明都来这里 当那个休闲活动人来这里 聊天啊 有时候也来可以喝咖啡 变成大家休闲的好地方 墙上还挂满了许多清洁标语 这些都是里长的用心 美化环境举办活动 不只让符合里 获得五星期认证 还受到市长的表扬 里长用心翻转脏乱空地 获得李明的肯定 也让符合里变得更加美好 中家新闻 林凯军孔佩玄永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赞 订阅录